一群从外地移居到玉里顿的青年和在地创业青年碰出年轻活力的产业火花 二三号下午以风骚之名再度自主合办音乐市集 吸引了台东池上观山长滨还有寿风等地有40个青创产业社滩 拱翔盛举人潮前潮汇集主办单位也很意外 台下大小朋友跟着电音DJ的音乐节奏细细摇摆 活动现场40多个市集摊位 吃的喝的玩的独具特色也很精彩 这里是玉里正的风骚市集 有小酒 没有喝过 我们这条有就是米酒为基底的特条 还有分米蔓跟米流 米蔓的话是以蔓月梅醉甜味 然后米流的话是柳橙柠檬味甜味 有一群宜居玉里正的青年与在地创业青年 共同合伴的风骚市集 23号下午在普什格公园热闹登场 由于景陵台九县重机车队路过也没错过温翔下马 人潮前潮汇集令主办单位也感到意外 这次其实真的有点也蛮意外的 因为可以看到就是 其实我们这次早餐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然后再来就是群体也蛮不一样的 有在地的园民朋友 然后也有一些在地的店家 然后有外面的朋友 事实上这一群青年创业小老板或移居者 过去也曾办理过两次的市集 这一次以风骚市集为名 办这一场市集活动 也获得致力推动有机农产业的 引川米大力支持 活动灵魂人物之一的Ricky说 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聚会交流 彼此分享 所以我们没有说 我们也会跟比较熟的朋友说 其实我们办一个事情可能不赚钱 觉得没有人 OK吗就来玩 所以我们好几个摊都是有这个一样的信念 所以就很简单 都来玩就好 没有没关系 下雨都下雨而已 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的风骚市集 人潮络绎不绝 微微凉风 微光点点 有客民众大人小孩 享受着难得 轻松自在的市集活动 在地创业青年 以及移居者在玉里镇这块土地上 独领风骚 创办人之一的张建宇表示 风骚市集全场消费结余 也将提拨5%作为公益捐款 捐给家福机构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